在祭祖之前,我们请到中共中央党校刘于利教授国内著名的传统文化弘扬和践行者和我们分享祭祖的意义。我们掌声有请刘教授。 谢谢大家。 好,尊敬的诸位法师,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来宾,诸位朋友,诸位兄弟姐妹们,大家尚午好。 那么今天呢,非常荣幸,承蒙圣贤祖先的毕印,承蒙主办方,诸位仁者,义工同修的护持, 也承蒙在座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使得我们海内外的五千华人汇聚在香港, 共同参与中原节的系列祭祖活动,以致诚感恩的心,缅怀中华民族万幸祖先,学习中华传统圣贤教诲。 那么这个意义啊,非常的深远,记得早在2002年的冬至,我们尊敬的上镜下空老和尚啊, 在中华民族万幸先祖纪念堂落成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呢,把祭祀的意义,以及祭祀的对象,还有佛弟子啊, 为什么要参加提倡祭祿,祭祀,那么这个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今天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个文章, 共同呢,缅怀中华民族的万幸先祖。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看祭祀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祭祀。 那在这个文章的开篇呢,告诉我们啊,祭祀,宗庙是精神建设的根本。 这一篇文章呢,在大家的这个结缘的口袋里啊,都有印发。 大家可以把这个小册子啊,找出来一起来学习。 那在这个文章的开篇呢,尊敬的上镜下空老法师呢,就这样写道。 这句话告诉我们呢,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各国啊,都在致力于经济建设,物质建设。 但是啊,却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 比如说啊,从西方的历史上看呢,西方的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的传统。 它的政治制度维护了公平正义,但是啊,仁慈博爱,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是由教会来教导的。 但是在近现代以来,有人宣称,上帝死了。 有很多人不再相信宗教了,但是呢,它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进行制度安排。 结果就怎么样呢? 结果就出现了很多的青少年犯罪现象。 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堕胎。 青少年乙强凌弱等等。 那么这些问题啊,非常的严重。 也对社会的和谐安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像在1999年啊,我自己也是宠阳媚外,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不认识,到英国去留学,去寻求先进的文化。 但是呢,我们看到啊,西方人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何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反社会行为。 什么叫反社会行为呢? 就是没有触犯法律的,但是不道德的行为。 而这些行为呢,越来越严重。 所以他们的议会啊,多次开会,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 还把这称为啊,大不裂颠,不畏人知的耻辱。 那么这些原因,是根源在哪里呢? 老法师呢,一句话呀,一语道破。 他说,其故即在缺乏精神建设之所致也。 他的原因呢,就是缺少伦理道德的教育。 所以呢,就出现了孟子上所说的。 饱食,暖衣,一居而无教,则尽于禽兽。 人们吃饱了饭,穿暖了衣服,过上了安逸的生活,但是缺少伦理道德的教育。 人们不知道自己在伦理关系中的责任和本分。 这个时候,就堕落得离禽兽不远了。 那当时我来到英国之后呢,为了提高英语,结果经常看英国的电视剧啊,还有一些电视节目。 结果看了这些电视节目呢,发现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它的内容。 这四个字啊,就是暴力色情。 所以自己也无形中啊,受到了很多的熏染。 那么特别是有一些电视节目啊,收视率还很高的。 就是这个主持人呢,把夫妻双方啊,都请到演播台。 结果呢,也把他们其中一方的婚外情人,也请到演播台。 当着这么多电视观众的面,也当着他配偶的面。 就是把他的婚外恋的情人请出来。 结果呀,他的配偶一看呢,就非常的愤怒,在当场就打起来了,大打出手。 那么这样的节目呢,很多,甚至还有一些节目啊,是逆轮的现象。 是一种啊,这个,比如说啊,他们家亲戚之间,发生了这种乱轮的现象。 当时我看了这些节目啊,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人和禽兽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所以孟子呢,也告诉我们,他说人和禽兽的区别,积兽。 积兽呢,就是很小很小的一点点。 只不过这一点点,人把它保留下来了,但是禽兽却把它给丢掉了。 所以如果人没有伦理道德的教育呢,确实会出现禁于禽兽的现象。 那孟子涵说啊,上下交争利,而国威夷,从上面的领导者到底下的老百姓都在交相的争夺利益。 而不是为了整个民族长远的发展着想,不是为人民服务。 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那么,精神建设从哪里做起呢? 老法师告诉我们啊,从宗庙建设来做起。 这一点确实如果不是真知灼见,很难提得出来。 因为在一般人看起来,宗庙那是迷信。 为什么精神建设,伦理道德的教育要从宗庙来做起呢? 其实啊,这个宗庙,它是祭祀祖先的场所。 你看过去啊,天子有七庙,诸侯有五庙,大夫有三庙,世人有一庙。 平民百姓啊,叫庶人,他们没有庙。 但是家家户户都供奉着祖先的牌位,后来呢还出现了祠堂。 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是以祭祀祖先为伦理道德建设的根本。 那么,祭祖,宗庙,它是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体现。 特别是这个宗词啊,是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和载体。 祭祀呢,是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具体体现。 所以,宗庙是精神建设的根本。 所以,曾子说啊,圣中追远,民德归后矣。 这个民风越越醇厚,那是结果,原因在哪里呢? 那就是因为人们提倡祭祖,提倡知恩报恩,饮水思源,提倡不忘本,提倡孝道的教育。 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祭祀的意义啊。 祭祀是复兴中华文化的基石。 在十八大之后啊,习主席每一次重要的讲话,基本上都会提倡弘扬中华美德,弘扬中华文化。 所以在习主席的提倡之下呢,全国也都兴起了学习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风气。 那么复兴中华文化,从哪里开始呢? 我们知道啊,中华文化相对于西方的宗教文化,它的特点就是伦理道德教育的文化,简称伦理文化。 而伦理文化呢,又是以校道为基础。 所以复兴中华文化呢,并不是从提倡书法,提倡国画,提倡太极拳,提倡武术,还有呢,把这个京剧啊等等传播到国外。 这些都是文化的枝叶花果。 中华文化的基石是孝道,而祭祀呢,恰恰是来教导人孝道。 所以我们说祭祀呢,是复兴中华文化的基石。 所以我建议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呀,各地各国的孔子学院,汉学院都应该建设中华民族的万姓祖先纪念堂。 这呢,是把海外华人能够团结在一起的重要载体。 那么祭祀对于教校,对于弘扬伦理道德教育,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所以老法师啊,就讲到,说,欲中华文化复兴光大,非慈寺不足道。 看,老法师说的非常的肯定。 为什么呢? 为什么祭祀对于教校这么重要呢? 首先我们看什么是教? 在说文解字上告诉我们,教是上所师,下所孝。 我们看这个教育的教这个字呢,就很有味道。 左边呢,是一个孝字,告诉我们教育从孝道开始。 而这个孝啊,上面是一个叉叉,下面是个一模一样的叉叉,再下面是一个孩子的子。 上面这个叉叉呢,就是父母,长辈,老师,领导所画的。 下面这个叉叉呀,就是孩子,学生和被领导所画的。 这告诉我们,身教重于颜教。 所以伦理道德教育为什么不得利呢? 为什么不能深入人心呢? 就是因为我们把道德教育变成了说教。 我们经常说啊,这个孩子怎么说都说不听。 这个属下怎么说都说不听。 这个告诉我们呢,我们把道德教育变成了说教,所以才起不到效果。 记得在几年之前呢,尊敬的上敬下空老和尚啊,在他的家乡安徽省卢江县汤池镇,做了一个卢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 那么经过短短的时间,可能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转变了这一个小镇的社会风气。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这些老师啊,看到世荣不是很整齐,大家没有卫生环保的意识。 不是说呢,把大家都聚集起来,给大家讲一堂课,如何爱护环境,保护啊,生态。 而是他们自己穿上了和谐社会从我做起,从我心做起, 从我镇做起,从我线做起,这样的马甲,然后啊,排着队到大街上去捡垃圾。 结果捡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大家看了之后非常感动。 那个村民呢,再也不好意思,随手啊,把垃圾扔在地上呢。 很多的商家呢,还主动地提供了垃圾桶,让过往的行人可以把垃圾啊,丢在里面。 所以正是这一批老师的身教,感化了当地的居民。 所以啊,短短的半年时间,教育就起到了效果。 那么这个教啊,右边呢,是一只手,拿着一个柳条,告诉我们教育啊,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需要长期拿着柳条,耳皮,灭命,不断地提醒孩子。 因为这个孩子的习气呢,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那么要想改正过来啊,也不是一堂课两堂课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所以为什么老法师经常讲,学习要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呢? 因为不常识熏修啊,这个习气太严重了,改不过来。 古人说啊,三日不读书,面目可赠。 我们想一想,在古代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环境啊? 几乎人人都读圣贤书,每一个人啊,对四书五经都倒背如流, 人人都接受伦理道德的教育,对五伦八德的概念非常的清晰。 那么在那个环境之下,三日不读书,含面目可赠。 那我们想一想,在现代环境下是什么样的结果呀? 在现代的环境下呢,是一日不读书,面目可赠。 如果一天呢,不听圣贤教诲,我们自私自利的心,我们的习气毛病就一大堆。 所以常识熏修啊,确实是非常重要,甚至是一天都不能够奸歇。 那么深教加耐心,是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的途径。 那这个孩子教育不好,家人不能够转变,什么原因呢? 我们也要从这两个方面去找原因。 不要我们学了弟子规啊,学了佛法之后,越来越不能够和家人沟通了。 在没有学佛,没有学弟子规之前呢,和家人还能够和睦相处。 结果学了弟子规之后呢,看家人,这个也不顺眼,那个也做得不对。 还反而地不和他们和睦相处了。 这是我们学错了,学得越来越傲慢了。 哎呀,家人很长时间都没有转变。 我们不要说啊,哎,是这个人呢,习气太重了,业障太重了,不能够转变。 不能够转变呢,原因不在别人的身上,还是在于我们自己的身上。 是我们的德位修,感位置。 古人说,至成感通,经成所至,今时为开。 那为什么我们学了这么长时间,家人还不理解,不支持呢? 扭心自问呢,还是我们的真诚心不够。 我们对他们的关怀,照顾,设身处地,将心比心都做得不够好。 所以没能够把他们给赶化。 所以我们经常想到大顺的故事啊。 大顺呢,是二十四孝之首。 他的后母,他的弟弟,他的父亲啊,三番五次地要置他于死地。 但是大顺并没有怀恨债心,想着去打击报复。 反而呢,总是白省自己的不足。 最后怎么样呢? 最后终于感化了姚帝啊,把王位让给他。 感化了天下的百姓,最终呢,也感化了他的后母。 那,这位朋友,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周围, 有没有像大顺的后母那样,想三番五次地置我们于死地的人呢? 我们很荣幸,我们没有遇到这样的恶人。 他们都是我们身边的亲人,特别关心我们,爱护我们, 希望我们成长顺利的人。 但是我们连他们都不能够感化。 那,请问原因何在呢? 原因还是自己啊,没有改好,没有让家人看到信心, 没有为他们树立起学习的榜样。 所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一句话呀,要用得非常彻底。 不是说有的时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另一些时候,就不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了。 责任呢,就在别人身上了。 那么既然,教是身教,父母在世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孝敬父母,我们的晚辈呢,就从我们的身上学会了如何去孝敬父母。 但是如果我们的父母,祖先过世了,我们怎么样教育儿女学会孝道呢? 那就是通过孝敬父母,所以在礼祭统上说啊,事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 君子的教育呢,要从根本上教起。 从哪里教起呢? 从孝道来教起。 那怎么教呢? 顺之志也,记其事与。 能够把孝顺之心表达到极致的,那就是记礼的作用啊。 故曰,记者教之本也已。 所以祭祀呢,是教育的根本。 他教人不忘本,知恩报恩,饮水思源。 当然在这里啊,我们知道呢,祭祀祖先可以无形之中起到教育儿孙效的作用。 但是,重点在于,我们并不是为了教育儿孙去举行祭祀。 这个祭祀呢,必须是出自内心的恭敬和感恩。 所以在礼祭祭统上啊,告诉我们祭祀是怎么来的呢? 他说,福祭者,福非物自外之也,自中生出于心也。 心处而奉之以礼,事故为贤者能尽祭之意。 告诉我们,祭祀啊,并不是外物要求我们这样做的, 而是从内心所发出的对父母祖先的感念之情。 把这种感念之情表达出来,以礼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就是祭了,祭礼了。 所以只有真正的贤者,能够通达祭祀的意义。 那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呢,那些开明的君主啊, 对于祭祀都是非常的恭敬。 比如说明仁宗呢,还是做太子的时候, 有一次明成祖就来到了南京。 下朝之后啊,就把那个东宫官杨世奇招来了, 问他,你啊,陪伴太子已经很久了, 对太子的为人已经相当的熟悉了, 那么太子的德行究竟如何呢? 杨世奇就回答了, 他说太子仁孝恭敬, 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 明成祖就问, 那你能不能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 说明这一点呢? 杨世奇就说啊, 他说比如每一年要祭祀的时候, 太子一定是亲自检查祭气, 然后啊,亲自参加祭祀, 从不把这些事情啊, 托付给手下人去做。 比如说去年的时候要祭祀之前, 太子得了痛风病, 医生就告诉他啊, 必须要吃药发汗才可以, 但是太子却说, 如果我吃药发汗的话, 就不能够亲自去参加祭祀了, 那左右的人就说了, 让你手下的人代办, 带你参加就可以了, 但是太子却说啊, 皇上把这样一个使命, 祭祀的任务交托给我, 而我又找人去代办, 这不是违背君上的命令吗? 于是他仍然带着病去参加祭祀, 结果在祭祀的时候啊, 出了一身的汗, 这个病就痊愈了。 再比如每一次啊, 他要给您送礼物的时候, 特别是送食物的时候, 他一定会亲自检查食物、礼品, 然后亲自把这个封条给封好, 才吩咐手下人出发, 也从不把这件事啊, 委托给别人去做。 明成祖听了之后就说啊, 说这是为人子, 应该尽的本分。 杨士奇怎么说呢? 他说, 古来的大盛大贤, 就是把他应该做的本分, 做到了极致而已。 所以圣贤人和普通人的区别何在呢? 其实区别不是很大, 就是他把他该做的工作, 该尽的本分, 以至成恭敬的心来对待, 所以他成为圣贤人。 那么正是因为明仁宗啊, 他自己啊, 对父母啊, 对君上, 有这样一个恭敬之心, 结果上行而下效, 他当了皇帝之后啊, 这个国家也治理得非常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告诉我们参加祭祀呢, 最重要的是有内心的成敬之心, 而不是啊, 为了行一个行事, 没有内心的恭敬。 那么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内心的恭敬啊, 去应付了事, 我们会发现呢,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晚辈, 他们会学得很像。 就像我们现在学习弟子归呢, 也是同样的道理。 有很多的父母, 学了弟子归之后啊, 明白了, 说自己啊, 孩子对自己没有恭敬心, 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对父母没有恭敬心。 结果怎么样呢? 有一个父亲呢, 他学了弟子归之后呢, 就对他自己的父亲说啊, 他说爸爸呀, 今天啊, 我带着儿子下来的时候, 要给你鞠躬。 他的父亲一听啊, 吓了一跳,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儿子平时对他说话都很不客气, 很不耐烦, 结果今天要给他鞠躬, 他就很不习惯, 说不必了, 不必了。 这个儿子就说了, 他说爸爸, 我是为了教你孙子的, 这个父亲一听是为了教孙子的, 就很配合, 说那好吧, 好好好, 结果呢, 这个父亲呢, 带着自己的儿子从楼上走了下来, 恭恭敬敬的走到了他自己父亲的面前, 然后给父亲呢, 然后给父亲呢, 鞠了一个90度的鞠躬里, 然后说爸爸您走, 我送孩子上学了, 然后呢, 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呢, 走了出门, 坐到了车上, 结果啊, 这个儿子拉开车门, 刚刚坐定之后, 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爸爸, 爸爸, 你刚才鞠的那一个公, 是鞠给我看的, 所以你看呢, 我们对父母没有发自内心的恭敬, 就是为了教孩子, 希望他对自己有恭敬心, 而去给父亲鞠躬, 鞠得像不像啊, 你看呢, 有没有恭敬心, 儿子一眼就给看出来了, 所以我们不能是说为了教导属下去举行祭祀, 装出来的恭敬, 而是确实有内心感念祖先的那一种感恩之心, 成静之心, 这个成静之心自然流露, 那么属下呢, 他看了之后, 自然会受到感动, 受到教化, 那么第二呢, 就是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啊, 除了要行这些礼仪之外, 一定要宣讲祖先的德行, 效法祖先的风范, 传承祖先的文化,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举行祭祖的仪式, 首先呢, 要讲一讲传统文化, 那么这是一个机会教育的场合, 所以我们都知道呢, 每一家呀, 都有唐号, 比如说杨家的唐号呢, 叫四支唐, 为什么取名叫四支唐呢, 因为在东汉的时候啊, 有一位太守叫杨振, 他去赋任东来太守的路上啊, 路过了昌义县, 这个县令王密呢, 就是他举荐出来的, 王密听说自己的恩人路过, 于是啊, 就趁着夜色, 带了十金黄金, 要送给杨振, 但是杨振却说啊, 我知道你有德行, 有学问, 才把你举荐出来, 但是可惜的是啊, 你却不了解我, 王密啊就说了, 他说这件事没有人知道, 你就放心的接受了吧, 但是杨振却说呢, 这件事有天之, 有神之, 有你之, 有我之, 这叫四支才, 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 于是他就拒不接受这四支才, 因为他一生围观很清廉, 到晚年的时候啊, 也没有什么家产留给儿孙, 他的同事看了呢, 很过意不去, 就劝他, 说你不为自己打算也就罢了, 不留一点家产给你的儿孙, 为他们着想吗, 杨振怎么回答的呢, 杨振说啊, 我为我的儿孙着想打算最好的方式, 那就是他们是一个连结官员的后代, 那么果不其然, 他的儿子孙子曾孙都继承了杨振连结的作风, 结果怎么样呢, 他们家连续四代啊, 都有人坐到三宫的位置, 这个三宫就是皇帝的老师, 可以说呢, 非常受人尊重, 都是全国最有德行, 最有学问的人, 那么杨振呢, 他是一个读书人, 他明白道理, 知道呢, 宜金于子孙, 子孙未必能守, 你看自己有很多的钱, 还不可不舍得花, 想为子孙后代着想, 但是中国古人说啊, 如果你的儿孙有德行, 有能力, 他会用自己的德行和能力, 创造财富, 你留钱给他, 有什么必要呢, 如果相反, 你的儿孙又没有德行, 又没有能力, 你把钱留给他, 对他也是百害而无一利, 所以无论你的儿孙有没有德行, 有没有财富, 有没有行持啊, 你把钱留给他, 对他都是百害而无一利, 所以杨振呢, 他熟读圣贤书, 他很聪明, 没有给儿孙留财富, 留的是什么呢, 留的是德行, 留的是风范, 而这种德行, 避孕他的子孙, 代代都有贤人出现, 而他的后代子孙呢, 为了纪念杨振这种连结的作风, 就把他们家的堂号, 取名为四支堂, 那我们想一想啊, 凡是杨家的子孙, 从这一个匾额下走过的时候, 他知道我们的祖先不收四支财, 那我怎么能够因为自己的言行, 给我们的祖先抹黑呢, 所以我们的反腐畅联的教育, 在家庭教育之中已经开始了, 我们今天呢, 也许有来自浙江的同学, 在浙江义乌的附近呢, 有一个蒲城县, 这个蒲城县啊, 有一个正义门, 这个正家呢, 从宋代到清代, 出了173位大大小小的官员, 但是没有一个官员, 贪污受贿, 违法乱纪, 围观都非常的廉洁, 那是什么原因呢? 那就是得益于严格的正式鬼犯, 就是严格的家规, 那么每到祭祀的时候呢, 要把祖先的德行讲出来, 也要让儿孙呢, 温习祖先的家规,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的场合, 那么诸位朋友, 不仅仅是杨家, 正家, 有这样廉洁的官员, 有德行的祖先, 其实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各位, 历代祖先之中, 都有像杨振这样廉洁游手的官员, 所以我们回去呢, 要做一个功课, 就是查一查自己姓氏的来源, 自己家的唐号, 自己家有哪些有德行的祖先, 他对国家, 对人民有哪些贡献, 那我们看啊, 我们刘家, 我去查了一下啊, 这个姓氏的来源之一呢, 就是从姚帝传下来的, 所以在座的刘姓的后代呢, 可能都是姚帝的后代, 那么姚帝有什么风范呢, 姚帝呀, 他是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的典范, 只要有一个老百姓挨饿, 他就说, 这是我让他们挨饿的, 只要有一个老百姓挨动, 他就说, 这是我让他们挨动的, 只要有一个老百姓犯罪, 他就说, 这是我导致他们犯罪的, 他是把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的原则, 做到了极致, 那我们作为姚帝的后代, 就要效法祖先的德行, 今天传统文化呢, 被人误解了, 祭祀被以为是迷信了, 传统文化也面临着断层的危险, 那么作为刘氏的后代, 作为姚帝的子孙, 我们也要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说今天啊, 传统文化之所以没落, 之所以被人误解, 都是我们知识分子, 我们读书人, 没有做好社会大众的表率, 我们没有深入经典, 去承传圣贤的智慧, 我们没有把圣贤教诲, 学明白, 讲清楚, 并且在自己的言行举止中, 表现出来, 所以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所以我们在座的五千多华人呢, 如果都能够有这样一份发心, 为往盛即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那我们相信传统文化的复兴, 确实是指日可待, 所以我们今天呢, 能够汇聚在一堂, 相信呢, 都是在座的列祖列宗的避印, 绝对啊, 不是偶然, 所以既然我们能够来到这一个会场, 我们就有一份责任, 特别是啊, 在英国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哲学家, 汤恩比先生, 他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呢, 就说到, 他说能够真正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 只有中国的孔孟儒学和大乘佛法, 这位朋友, 孔孟儒学和大乘佛法, 在中国, 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华人, 都有这个使命, 都应该有这个担当, 都应该有这一份发心, 把这样好的文化传承下去, 发扬光大,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今天啊, 要来祭祖啊, 一个重要的发愿, 重要的使命, 那么接下来呢, 老法师就讲到啊, 福宗庙悔, 则里乐崩, 里乐崩, 则仁义废, 仁义废, 则伦常道德, 不复存在矣, 像在十年文革之中啊, 宗祠被认为是四旧给破掉了, 人们做事呢, 不仅不会想到他的祖先, 能够想到他的父母, 都不错了, 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 通常是在结婚前两个星期, 把对方啊, 带到家里, 让父母看一下, 说再过几天, 我们要结婚了, 请给我们准备房子, 准备钱吧, 如果不是为了房子, 为钱的话啊, 他们两个人结婚了, 可能父母连知道都不知道, 所以宗庙悔弃了, 礼崩乐坏, 人们做事没有标准, 仁义啊, 也就废弃了, 仁义废弃了, 这个伦常道德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要复兴传统文化呢, 还要从祭祀来做起,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祭祀是心性极则之礼, 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什么是心性极则之礼呢, 心性极则之礼, 其实就是孝道, 我们看这个孝字呢, 上面是一个老字, 下面是一个子字, 上一代还有上一代, 下一代还有下一代, 这上一代和下一代, 自始至终都是一体的, 所以过去无始, 未来无终, 而从了横的方面讲呢, 中国古人呢, 又把这个兄弟之间的友谊, 扩尔广之, 讲四海之内, 皆兄弟也, 进而把这种仁爱之心, 扩展到天地万物, 所以这个孝道呢, 扩展开来, 是佛家所讲的树穷三计横变十方,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心性, 所以呢, 这个祭祀呢, 是把我们的心性极则之礼, 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 因为它让我们明了了, 我们和祖先是一体的, 我们和子孙后代是一体的, 我们和万事万物, 全都是一体的, 有这个一体的观念啊, 你这个仁爱之心, 慈悲之心, 才能够生发出来, 所以这个祭祀呢, 它确实是心性极则之礼, 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所以儒家呢, 孟子也说, 遥顺之道, 孝替而异矣, 所以英雄所见啊, 大致相同, 儒家的圣人讲, 佛家的圣人也讲, 而我们把这个孝发挥到极致, 能够体会到一体的观念, 你这个仁爱之心呢, 自然就能够生发出来, 所以为什么菩萨能够做到无缘, 大慈, 同体, 大悲啊, 因为他认识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他是一个明心见性的人, 所以帮助众生, 无私无求, 不讲条件, 而祭祀呢, 就启发了我们这一个一体之心, 那么第二个问题, 我们讲一讲祭祀的对象, 也就是祭祀谁呢, 首先呢, 就是祭祖, 祭祀祖先是人道的大根大本, 特别是在现在社会啊, 很多人都已经不知道孝敬父母了, 更不懂得去祭祀祖先, 那我们今天啊, 举行这样大型的祭祖会议, 我们就能够带动更多的人, 学会孝道, 学会不忘本, 这个教育的功德, 无量无边, 那么祭祀祖先呢, 是教导人们, 诚信忠敬, 爱人如己, 誓死如生, 培养了一个人深厚的感情, 所以在论语上啊, 说慎中追远, 民德归后, 那什么是追远呢, 解释追远的时候就是, 祭尽其境, 怎么样祭尽其境呢, 下面说要一礼一时, 追念祭祀, 所以在礼祭上, 对什么时候祭祀, 祭祀的频繁程度, 怎么样去祭祀, 都有明确的规定, 比如说在礼祭, 记忆上就告诉我们, 祭不欲朔, 朔则烦, 烦则烦不敬, 祭祀不能搞得再贫烦, 如果贫贫的祭祀, 就会让人心生厌烦, 心生厌烦, 就会不恭敬了, 既不欲输, 输则贷, 贷则忘, 祭祀啊, 也不能够搞得太, 太少, 如果搞得太少, 就会心生怠慢, 怠慢, 就会忘记了祖先, 父母亲人的恩德, 所以中国古人呢, 是通过天时季节的变化, 来举行祭祀, 在春天的时候啊, 举行地祭, 在秋天的时候, 新的骨子下来了, 举行长祭, 这个确实做到了 弟子规上所说的, 誓死者如誓生, 弟子规上还说呢, 或饮食或坐走, 长者先, 幼者后, 你看这个心骨子下来了, 首先要让祖先先长, 所以确实是誓死者, 如誓生的表现, 在祭祀之前, 这个祭祀的时候呢, 是春秋两次, 在秋天的时候啊, 双路覆盖了大地, 君子踏双而行, 自然有一种悲凉之感, 这种悲凉之感, 不是因为寒冷, 而是因为思念着 故去的亲人, 在春天的时候啊, 雨露滋润大地的时候, 君子踏路而行, 自然也有一种 惊醒的感觉, 思念着故去的亲人, 仿佛他们也像春天一样, 重新回到了人间, 那么在祭祀之前呢, 要摘戒, 对内要调摄内心, 使内心清静, 把心从外物上收回来, 像论语相当上就说啊, 摘必必变食, 在摘戒的时候, 不单不能够吃肉, 就是好的粮食也不能吃, 怕的是自己的心理, 贪酌滋味, 对外还要隔绝一切的交际, 娱乐, 房事等等的活动, 摘戒的时候, 要把心思集中于思念, 死者生前的起居住所, 殷容笑貌, 饮食习惯, 志趣爱好, 这样专心的摘戒三天, 就能够将要祭祀的仙人, 活现在心中, 所以古人看一个人摘戒时, 那种恭敬的程度, 就知道这个人思念亲人的程度如何了, 摘戒必须谨慎, 所以孔子说, 我记则得福, 我们参加祭祖典礼能不能得福啊, 重要的就在于我们谨慎恭敬的态度, 在祭祀当天, 进入宗庙之后, 仿佛会从牌位上看到亲人, 在牌位前礼拜之后, 行步周旋敬奉贡品, 总出门来心中肃然, 亲人的音容笑貌好像就在眼前, 出门之后, 侧耳倾听, 仿佛能够听到亲人深深的叹息, 所以说到先王对亲人的孝敬之情, 是亲人的面容不曾离开过眼前, 亲人的声音不曾离开过耳边, 亲人的心智爱好不曾离开过心间, 也就是说他所思所想所听所看的, 全是先人的音容笑貌, 爱好情趣, 饮食习惯等等, 这样又怎能有丝毫的不恭敬呢, 所以君子对父母祖先在世的时候, 是恭敬的赡养, 去世之后前敬的祭祀, 所以孔老夫子说呢, 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 这个呢, 就表现了他谨慎成静的态度, 这个呢, 是我们祭祖, 第二呢, 就是祭天, 很多人说祭天, 是不是迷信呢, 老法师在这里告诉我们, 天者, 天离也, 什么叫祭天呢, 就是通过祭天这个仪式, 这件事, 来明了天理, 什么叫天理呢, 古人说顺天者昌, 逆天者亡, 这个天就是恒常不变的, 本来如此的, 自然而然的道理, 这个就叫天理, 所以这个在祭天的过程中啊, 人们就想到天理, 他为人处事, 就有一种敬畏的态度, 他就不敢去不作非为, 第三, 就是祭神, 什么是神呢, 这个神呢, 古代的传字啊, 左边是一个是, 上面是一个上字, 上面是两横, 一横短, 一横长, 这就是古代的上字, 下面三树垂下来, 告诉我们这是上天垂向, 也就是代表了万事万物的意思, 右边这个深字呢, 告诉我们是通达明了的意思, 所以所谓的神就是对万事万物的理, 是通达明了非常透彻的人, 这样的人是大智慧者, 所以祭神也不是迷信, 他是教导我们对万事万物都升起爱敬之情, 这样的话呢, 你才不会随便的去破坏自然, 浪费资源, 才能保持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所以这个利益的精美啊, 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 不是老法师给我们说出来啊, 我们也是体悟不到的, 甚至还认为他是迷信呢,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 祭祀的对象就是有祭祖, 有祭神, 有祭天,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佛弟子为什么提倡祭祀啊, 老法师说啊, 佛陀教育乃师道, 而师道必建立于孝道之基础上, 无孝道即为佛道, 也无师道可言, 佛教是佛陀的教育, 而这个教育必须是以孝道为基础, 如果没有了孝道啊, 师道, 佛法也就荡然无存, 所以呢, 老法师说, 孝词为中华文化精神之大根大本, 亦是大成佛法之根基, 孝武则无辱无佛, 中华文化亦荡然无存, 那么在佛的经典中呢, 也有一句话呀, 说不先学小成, 后学大成, 非佛弟子, 那么到了唐朝以后啊, 小成经典基本上没有人学习了, 但是却出现了很多的高僧大德, 很有成就, 那是什么原因呢? 那是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啊, 这些人虽然没有学习小成经典, 但是都有学儒, 学道的基础, 这个孝调之心, 孝亲尊师的根, 扎得很牢靠, 但是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呢, 既没有学小成的基础, 也没有学儒, 学道的基础, 就特别喜欢呢, 大成经典, 老法师给我们做了一个比喻, 说这个大成经典, 就像枝叶花果一样, 但是它是没有根的花呀, 就像花瓶里的花, 虽然很好看, 但是啊, 过不几天就雕尾了, 那么怎么样培养这个根基呢? 老法师就提倡要学习弟子规, 学习实善业道, 还有呢, 学习啊, 太上感应篇, 也就是说要从儒, 从道, 奠定起做人的基础, 你进而深入大成佛法, 这个才是有根的, 所以很多学佛的人呢, 为什么学得越多, 越傲慢了, 学得越多, 越不知道孝敬, 感恩, 肃母老师了, 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呢,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孝, 孝的根本, 没有孝亲, 孙师的根, 所以呢, 近年来啊, 老法师在全世界各地, 都在提倡弟子规, 效果呢, 确实非常的好, 从国内啊, 我们看到, 很多的孩子啊, 学生啊, 还有夫妻啊, 企业啊, 学了弟子规, 结果呢, 面貌一新, 从不会做人, 学会了做人, 不知道如何带人处事, 学会了如何带人处事, 从不能和人和睦相处, 不知道为人着想, 学会了做人, 处处为人着想, 那么这一个影响啊, 不仅仅停留在大陆, 那么现在印度尼西亚, 全国的中小学啊, 也都在学习弟子规, 也经常呢, 到老法师这儿来请教, 哎, 怎么样能够把这么好的教育, 在印尼, 这一个回教国家, 发扬光大, 那么这一个影响呢, 普及到世界, 确实是有大智慧, 大慈悲的人, 才能够做到,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们啊, 要非常感恩老法师的, 如果没有老法师, 把这么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给我们讲出来, 我们至今呢, 可能仍然活在迷惑颠倒之中, 比如说我自己呢, 在上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啊, 我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啊, 还是批判的态度, 认为都是因为传统文化, 封建, 落后的东西, 导致了我们今天, 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 那么后来呢, 有幸到新加坡去留学, 也接触到了老法师的很多讲座, 才让我们豁然大悟, 原来佛教啊, 是佛陀的教育, 没有丝毫的迷信, 甚至连宗教啊, 都不是, 正是因为它是佛陀的教育, 才能够把不同的宗教信仰,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文化背景, 地理环境下的人, 团结在一起, 能够成为一个大家庭, 那么, 老法师作为佛教的, 这个法师, 他呢, 能够提倡祭祀, 确实呢, 是看到了祭祀啊, 对于复兴中华文化, 复兴大乘佛法的深远意义, 所以在多年提倡之下呢, 终于在2002年的时候, 世界上第一个, 中华民族万幸先祖纪念堂, 在香港落成, 那么在这一个, 万幸先祖纪念堂的带动之下呢, 如今呢, 中国大陆, 也兴起了, 中华民族万幸先祖纪念堂的, 纪念活动, 这个影响呢, 也波及到了海外, 如果海内外的华人, 都能够祭祀祖先, 建设中华民族万幸先祖纪念堂, 就可以把海内外的华人, 团结在一起, 形成一个无比的凝聚力, 那么这个呢, 是使我们的中华文化, 发扬光大的重要方式, 重要载体, 所以呢, 今天啊, 我们在这里呢, 举行这一个活动啊, 也确实是非常感恩祖先圣贤的避应, 感恩有这么好的老师, 尊尊的教诲, 无私无求的啊, 在世界各地啊, 为了复兴光大, 传统文化呢, 而奔走呼嚎, 那我今天的分享啊, 就到这里, 不足之处啊,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